万历四十八年的六月 张黄炎出生于浙江宁波的银县 他十二岁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在父亲的教导下 张黄炎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 意图报国 二十二岁的张黄炎考中举人 此时李自成的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 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 两年后李自成攻入北京 崇祯皇帝自杀 大明王朝在实质上宣告灭亡 四年清军大举南下 连破扬州南京嘉定等城 二十五岁的张黄炎头笔从容 他奔波于这米沿海见机起事 公元1646年 绍兴杭州等城相继失守 张黄炎赶回银县故里 与家人诀别 在舟山地区组织招募一军 两年后 在抗清的舰船上 张黄炎被飓风吹翻船舶 陷入了清军之手 七天后 他找到机会逃到了海上 在途经黄炎时 被追赶的清军包围 张黄炎率领数人血战突围 在四年后的舟山之战中 张黄炎牵制了清军主力 一场血战后 舟山军民死难者达一万八千人 张黄炎含泪将他们合葬于定海城的北龙峰下 在修整两年后 张黄炎带领百艘战船向北进发 在崇明围困城中的清兵达八个月之久 顺治十五年 张黄炎进军浙江 攻克越青 宁海等地 但天不遂人愿 看到希望的义军 却在阳山遭遇了一场大台风 损失巨舰百余搜 飘没战事八千余人 被迫撤回厦门 四年 张黄炎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 在郑成功的配合下连战告捷 他在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 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 三州 二十四县 他率领的义军纪律严明 所过之处 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 百姓们遥望着汉军衣冠 无不替泪交下 然而 正当张黄炎收复辉州时 郑成功率军功打南京城失利 退回海上 他陷入进退围谷的危险处境 很快遭致溃败 张黄炎拒绝了招降 在绝境中带着数百残兵 烧掉了船只登陆 在到达东西岭时 又遭到了清军骑兵的追击 在吉利天杀后 张黄炎被父老乡亲所救 此时张黄炎身上的瘧疾 却又发作 但他仍不顾病痛 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浙江沿海 此后他收集旧部 再图光复 但大势已去 清兵大举南下后 郑成功率军前往台湾 南明永立政权父王 张黄炎陷入了绝望 他解散了一军 隐居海岛闭门谢客 当年七月 张黄炎被叛徒出卖被抓 公元1664年的九月 张黄炎被清军杀害 临行前 他抬头望见无山 叹息道 好山色 竟落得如此兴山 中年仅45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